瑞芳区瓜山国小位在金瓜石的山腰 校园内种植许多蜜园植物 每到六七月正是蝴蝶大爆发的季节 而校园内不仅有各种斑蝶 凤蝶 鹅类 非无彩蜜 还可以观察到又从大块朵頤成有休眠的可爱模样 尤其在校门口的高市佛泽兰花丛间 民众来访可以感受到成群的蝴蝶对校园的浓浓爱意 瑞芳区瓜山国小透过三星人士进行蜜蝶植物种植 至今每年都有大量蝴蝶前来孕育后代 六七月正式起巅峰 校园中到处可见蝴蝶幼虫与咏 更是天然的生物拟太教室 这是无尾蜂蝶的幼虫 它长得有点像扭大便 它可以躲避敌人 然后它也可以卫装成有点像枯掉的叶子 学生们每天见到幼虫都不觉得吓人 稀松平常细心观察 成为孩子们的兴趣嗜好 而校园里最多蝴蝶的地方 当属校门口旁花圃种植的高市佛泽兰 随时有蝴蝶飞舞着 而竹伯旁也有黄带之尺而参乱 在树上美丽张合翅膀生机勃勃 像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高市佛泽兰 还有基隆泽兰 它们是蝴蝶非常喜欢的花蜜 所以每年到了六七月 都好多的蝴蝶来到瓜山国小的校园 孕育下一代 它会找适合它们的蝴蝶食草来参乱 那蝴蝶宝宝孵化之后 会在瓜山国小尽情地去吃它的食草 它的食物 然后慢慢又变成蛹 然后蛹又羽化成蝴蝶 所以我们瓜山国小这么多样化的蝴蝶 就是我们刻意栽培 让我们瓜山拥有一个蝴蝶多样化的生态 那也欢迎大家有空 在六七月的时候到瓜山国小 来欣赏我们美丽蝴蝶翩翩飞舞的世界 学校因为在金瓜石黄金博物馆附近 游客在非上课时间也能进行参访 一堵精彩的蝴蝶小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瓜山国小欣赏 美丽的蝴蝶 记者稍后我们瑞芳采访报道